游卡屌 10.100 台湾 游卡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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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協会的理事长欧泽文先生 欢迎我们的欧理事长 来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也是主办单位之一 我们台湾数位休闲娱乐产业协会的理事长 吕坤某 吕女理事长我们掌声欢迎 下面我们介绍经济部辜业局 电子资讯组的助长罗达山先生 欢迎合理 接下来我们欢迎从美国远道而来的 是我们美国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 亚太地区的副总裁李兆宗 李先生我们掌声欢迎副总裁 谢谢 下面我们介绍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的 副秘书长王熙鲁先生 欢迎我们的王副秘书长 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亲子医院中心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叶正坤叶理事长 我们掌声欢迎 下面我们介绍中华民国自动贩卖 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 魏文斌先生 我们欢迎我们那一位理事长 之后我们来欢迎介绍我们的中华民国 留意厂商业同业工会副理事长张善平 张副理事长我们掌声欢迎 也非常欢迎所有远从世界各地以及中国大陆 来到我们展场的闺蜜们 我们再次谢谢你掌声欢迎谢谢他们 欢迎大家 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主干单位来为我们支持 我们邀请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商业游戏机协会 产业协会的理事长欧哲文欧理事长上台为我们支持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早 那我们经济部的美容市场 还有我们是为休闲经济监制主办者的美理事长 还有我们另外在主办我们单位的浩天杂志社的游社长 我们美国游乐园的亚游戏机副总裁 李副总裁 中华民国外贸协会的发展副秘书长王副秘书长 还有我们工业局我们的楼组长 还有我们自动货卖机协会的我们卫理事长 还有我们亲子协会的业理事长 中华民国游戏厂联人会的我们张副理事长 在座还有看到我们的推动办公室的红执行长 还有来自我们沙瓦多的台商务会长 李会长 以及我们各位的长官 我们各位的家庭 还有来自我们广州的长官们 海峡对岸的一个动漫协会 各位所有的我们参长的董事长 那么一起我们美丽记者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非常地感谢我们愉悦的我们的嘉宾 我们的各位的长官呢 把你们最宝贵的时间 抽空来给我们今天游戏机开幕典礼 感谢你们的礼礼 那我们把商用电子游戏机举办展览呢 从没有到现在已经快月第21点 那去年我们的一个展览 我们因为环境的关系呢 去年的展览稍微规模了大概十百多个 那我们也非常的担心 那我们的协会呢 这方面的担心呢 今年就看到一个 整个一个展览会展在缩小 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厂商 好好的要支持我们这个GTI产 所以今年我们整个一个汤位呢 稍微的幅度的上升 达到500个一个汤位 总共有65个厂商的参加 目前来自在美国的厂商 还有澳洲的厂商 还有韩国 日本香港我们对岸 大陆的一个厂商 还有中南美洲的一个带领厂商的一个展览 那么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产商 还对我们GTI 他一场的一个支持 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我们展览GTI展 已经快二十一年 在国际上商用游戏机 那么所有全世界有相关的一个展览 对这个展都相当的熟悉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展能继续的举办下去 那么能继续举办下去 最重要因为台湾毕竟还是有一个电子游戏机管理的法 那我市长在形容 我们在台湾经营商用电子游戏机 那真的有比好像我们在沙漠当中求生挺重的困难 那我们也感谢我们 我一直上天来今年是议事员 那我一直在跟我们的一个长官商议事这边 工会局这边支撤会这边 特洞办公室 那么还有各大学的相关科系游戏机设计的教授们讨论 那么我们希望说台湾未来的一个发展 我们要给我们下一个一种责任 那我们希望上一次这边 我们掌管管理部分的 我们的大家长 那么台湾的经济要上升 我们的救世主我们游市长那就请你帮忙 那我希望我们在法条上第四条 那么没办法来回归我们一般商业管理 那我希望说在适量的一个修改法律 让我们产业界 能这个机器有这个机会在台湾的一个平台来测试 我们很多的一个机器必须在台湾测试 我们放你去一个全世界 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每一次我在参与我们评件单位 压力也非常的大 那么看到厂商所发挥的一个整个投资下去的一个成本 那我们必须要经过我们进进步成立的 评件委员通过之后 那么这个机器才能在我们市面上 矿卖 这是我们这个管理必须这么严苛 那么在这里我还是建议说我们上一次这边 也替我们业界找出一条光明路 那么最后一个比较一个重点的一个 跟一个诉求跟各位长官来分享 那我们上个月我们听到全国的一定会合成当中 那么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一个在会合当中未来的一个电力 那如何在分配 那我找到跟各位来分享呢 台湾市面方台 包括我们一个厂关群的一个论坛 包括教授的一个结论呢 台湾市面方台非常适合来发展我们休闲娱乐 螺西汽车漫的产业 最重要的它不用大量的用电 那也不用大量的工业汇水 那更不用产生我们的一个污染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先天条件非常的好 那101年呢 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人才机器 101年KH美协会的一个调查 全国的一个大学有开闭电子游戏系 相关科系有三十五所到今年我们协会的一个调查 已经来到五十八所的一个相关科系 所以说在这边的人才从四千五百位的一个毕业生 到今年增加到七八千位 那么我希望我们也要为未来这一批一个学生的就位来着想 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赶快把我们的现在一个游戏管理条例 这我们适量的一个警告 让我们三用电子游戏机在台湾 重建光明 那我希望说我们这游戏机 那么从今年开始 能指定回升 是我们的产业界的一个需求 那么也谢谢大家 那最后呢我们也感谢我们 所有的产商的一个餐厂 那么对我们去产业 对我们这个协会的一个支持 那在这里上天的一个展览 我在这里祝我们的展商呢 你们的订单呢都能收到满满的一个订单 他们要生意兴容 啊 财与广劲 也祝我们的 我们会的长官 那嘉宾 大家生日健康 心享事成 平安喜乐 谢谢 我们掌声谢谢我们欧丽市长 相信在我们欧丽市长代理之下 我们的产业一定能够指定回升 好 接下来 我们来邀请我们游戏机产业的 救世主 我们的刘瑞德游司长 欢迎我们商业师游司长 我们今天的大会的主席 欧丽市长 女理事长 刘社长 这个杂志社 还有我们这个叶理事长 我们的张鼎市长 还有这边的这个 卫理事长 罗组长 工业局罗组长 我们这个外卖协会的 王副平市长 那么各位现金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三位 两位女士长跟我们社长 举办的一年一度 这个我们商用 电子游戏机的这个大载 那很高兴刚才我们理事长说了 我们去年有400多个摊位 今天反而变多了500个摊位 看起来我们这个游戏机的这个产业发展 应该是真正至上 信心相同 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样一年一度的游戏机的大载 感到非常高兴 尤其呢我们看到今天有从海外这个对岸 海峡对岸的这个朋友 还有也从刚才说萨尔瓦多 的朋友来这个地方参加这样一个大会 感到非常高兴 游戏机实际上各位都很清楚 它是可以输解我们这个工作的压力 可以这个抑制我们的这个脑力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玩一下子 我太太每次都不坐我玩 所以你怎么会玩这个东西 我说我这样可以防止老人吃大样 我太太就没有话讲 这个对年轻人来讲 可以让他训练他的这个身体机制的反应 脑力的训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人体的抑制 甚至有一些像跳舞技这类的 对身体的运动 对有一些帮助 这个产业 事实上刚才欧理事长对我们有很多的欺骗 我们政府机关也希望这个产业能够发展 刚才说了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 国内的产业事实上是有限的 我们希望这个游戏机的产业能够在 往上提升它的这个产业的产值 能够到国外去 到这个全世界 听说这个外销已经盘子90以上 所以事实上这个产业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工业局的 这个大力的协制之下 在我们商业师有效的这个 这个大家的调和之下 能够让这个产业未来有更大的一个远景的发展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 代表部里面 我们来这个地方 参加我们这样一个大展 第一天的台湖典礼 我们希望这三天的这个灾难 能够圆满成功 让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市长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剪彩仪势了 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把我们的排序先就定位 下面首先我们介绍了剪彩的贵宾 首先我们介绍中华民国台湾商用电子游戏机产业协会的理事长 欧泽文先生 好 我们请文字幕理事长到我们台前 接下来要请我们的剪彩贵宾是我们台湾电网的社长刘浩天刘社长 刘社长 下面我们介绍经济部生意司的司长 刘瑞德先生上台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台湾市内休闲娱乐产业协会的 吕坤华林理事长 下面我们介绍经济部工业局 电子资讯组的组长 罗达生先生上台 我们欢迎我们的罗组长 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 阿帕亚太地区的副总裁 李赵宗先生 下面我们请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的副秘书长 王西蒙先生上台 我们欢迎我们的王兴国王副秘书长 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中华民国亲子 娱乐中心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叶政官叶理事长 下面我们要求中华民国自动贩卖商业 土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 魏文明先生上台 欢迎我们的魏理事长 最后我们邀请我们中华民国有一场商业同会 工会的副理事长张善平张副理事长到我们台前 好我们请我们的李姨小姐到我们台前来为我们的贵宾戴上我们的手套 好我们的贵宾我们的李姨小姐已经把手套还有我们的剪刀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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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开幕典礼的剪彩仪式 等一下我喊123请剪彩的时候 各位那边可以做我们的剪彩 123请剪彩 祝我们今天的开幕典礼顺利成功 谢谢各位贵宾 好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所有歌运间在舞台上游步 我们摄影师要先拍个照而已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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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